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预告图它并没有展示太多的细节 不过具体上来看 这个车呢它的前脸预计呢会采用有种点阵式的隔山的设计 它的这个中网的面积可能会很大 然后车头的灯组呢会为这个分体式的造型 上方呢是为狭长的日行灯 远近光灯呢则会是放在偏下的位置 这样的设计呢也是首次是出现在了哈佛品牌中 相比于目前的哈佛H6来说呢 这款车它的车顶的线条是有了一个明显下滑的一个趋势 那预计呢会看起来它这个设计会更加动感一些 而尾部上面的话呢新车是配备有种不规则样式的尾灯组 点亮后呢会有个七型的效果 有着一个不错的辨识度 据了解的话呢新款的车型呢会基于柠檬平台打造而来的 会和哈佛大狗是出自于同一平台 定位呢是为一款城市的SUV车型 在动力这方面的话呢 预计是会和第三代的哈佛H6的动力是保持一致的 分别会搭载有1.5T的高功率发动机 高配的车型的话呢 还将会搭载有这个2.0T的发动机 至于在命名这一方面 我们来看目前旗下在售的车型中 不法有初恋啊 赤兔啊 大狗等引起了消费者 就是很高的一个关注度的名称 那么即将在上海车展揭开神秘面纱的这款新车 又将会怎么样的一个命名呢 我觉得我们不妨可以在下方评论区一起来猜测聊一聊 那哈佛大狗以及还有第三代的哈佛H6车型呢 自上市之后呢就受到了大家的热捧 销量可以说是一路飙升 那作为兄弟车型 不知道届时这款新车 它上市之后是否也能赢得大家的一片芳心呢 未来它很有可能就是会和吉利的新月L 以及比亚迪堂是进行一个竞争的关系 现在呢哈佛它的主销车型是为H6 在它之上是缺少了一些像H6这样走量的产品 那这款新车的发布就是将会继续是向上探索这个市场 而关于这款新车 它到时候的更多设计命名 以及在动力这方面等等的信息 我们也将会持续关注 第一时间为大家带来报道 所以对于这辆新车感兴趣的朋友们 不要忘了要持续关注我们587车 好了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节目 我们下期见拜拜 by bwd6